案發當天 喪命男童外婆 把一切責任撇得一乾二淨 但異常冷靜 完全感受不到寶貝外孫 喪命的悲痛難過 依據調皮搗蛋 就想把過錯責任 丟給六歲大的孩子 會啦 阿嬤也是會罵起來 阿嬤比較大聲給我聽到 但是我沒有聽到 什麼奇怪的事情 給你不會摔壞啦 好像是把水弄到地上 然後他就滑倒啦 他也就看醫生啊 六十歲的外婆 本身是低收入戶 過去在社會局 並沒有家暴記錄 平常在幼兒園 當主犯阿姨 打工補貼家用 她是有曾經來組過 因為她是老婆 生活拮据 卻要獨立撫養 兩名外孫 是因為女兒 四年前離婚之後 改嫁離開台北 姐弟倆就這樣 被丟給外婆撫養 七歲的小姐姐 都有正常就學 六歲喪命難投 都沒有讀過幼兒園 原本預計明年 直接上小學 卻不幸喪命 但外婆已經撫養 姐弟倆四年時間 怎麼會發生如此噩耗 六歲男童 過去疫苗紀錄 通通正常戶口 沒有異狀 也還沒到義務教育年齡 卻在這一段空窗喪命 從異味發生 到送醫傷重不治 甚至成了冰冷遺體 進行相宴 生母從頭到尾 不曾現身 外婆藝人挑起 撫養重擔 最後成了凌略奪命的嫌疑人 無疑是社會悲歌 記得台北 這麼不懂